好,多謝你們剛才我們領這個主餐的時候 你們的忍耐,你們在當中安靜的等候 其實今天我所說的訊息就和我們領受的這個主餐息息相關 希望你們接下來的訊息,你們對我們領受這個主餐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叫做洛杉磯國語浸訊會 我們其實是隸屬於美南浸訊會的其中一個成員 我是為了新來的朋友說的 美南浸訊會有四萬多至五萬個不同的成員教會 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個意義 美南浸訊會就相信聖經是神所默示 並且尊重聖經是我們信仰的至高權威 稍為讓你知道一下 當我們說聖經是我們最高權威的時候 其實它有幾個意義 第一個,如果我們尊聖經是我們至高權威 我們一定要認識它 所以我們擺了很多的人力、物力時間 我們去認識聖經 我們去解釋聖經 去研究聖經 希望能夠盡可能 盡我們所能的去了解當時寫聖經的作者的意思 我們擺了很多的功夫在那裡 這是非常之好 並且是必須的 並且是基礎 但除了這個 還有兩個不同的意義 其中一個 你都聽我說過 我們明白聖經之後要怎樣 我們在今後的行事為人當中 我們就要將聖經的真理走出來 讓聖經的真理成為我們的核心價值 在我們行事為人 在我們做任何的決定的時候 能夠討好神的喜悅、合神的心意 這是第二的意思 叫做將聖經為權威 第三個意思 我想我們比較少去想 既然我們尊聖經是至高權威的時候 讓我們稍微想一想 我們習慣了做的事 特別在教會的很多不同的形式當中 有很多的事我們是習以為常 我們想都沒有想就照做的 其實任何一個傳統 起初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流傳遠久之後 不斷地重複的時候 你發覺很多時候 後來的人都漸漸都不記得了 那個意思是什麼 不單止不記得了 甚至也會隨便照辦煮碗 集以為常去做 其實主餐是其中一樣 我們每個月做一次 有些教會每個禮拜做一次 其實有一些修士 他們每天都要自己守這個主餐 如果你這麼頻密地去做的時候 你想想 自己問自己 我不想問你 每逢我們守這個主餐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怎麼去想做這回事呢 有沒有怎麼去預備我們自己呢 其實不單止我們 所有的傳統都會面臨這樣的狀況 我沒多久之前 因為我是參加了一個環球網路 直到這個網路傳呼音的 沒有多久之前 我遇到一個問題 有一個人 我不說筆名了 不可以說他的筆名 他的筆名 看起來是一個對中國文化 相當有了解的人 從他的筆名看見 他問了一個問題 他說信基督教 是不是不可以消子錢 來電製祖先父母 從他的語氣當中 我都大約會看到這個人 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他知道 他說這件事就有點像 耶穌當時 有人把一個行任被捉的婦人帶給他 你說是否值得打死他 耶穌說 不要打他了 那又不行 摩西律法又犯 打死他又不行 因為當時羅馬 他不可以隨便打死人 他就問這個問題 問我這個問題 如果我說不行 他就說 基督教 如果我說可以 當然不可以說得 那又如何解釋 結果我便想到一件事 我便說 不如暫時不要把焦點 放在得與不得 不如我問你一些問題 為何要燒些紙錢 燒些紙錢 燒些紙錢 是否可以紀念到你的先人 你知不知道 是甚麼時候開始燒些紙錢 問他幾個問題 結果他回來 這是我們中國人千百年來的傳統 我便回覆了 我便回覆了 是呀 我都知道 其實我問你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 我問你 其實我想你去想想 結果他想不出 原因是甚麼 你發覺很多的傳統 都沒有一個很實際的根據 但是 但是 我們基督教的很多傳統 全部都是有根有據的 比如我們看這個主餐 當我們真的回想 去看這個主餐的時候 發覺其實是值得我們去想 為何我們要這樣做 如果我們看聖經 從起初耶穌 如何跟緩徒去抹這個餅 分這個杯 是有點不同的 這個不同又是否不妥呢 很想在這裏和大家再試 我們上一次講到 就從美南浸信會 我們信仰宣言提到這個主餐 這次講到主餐是出於 信服的象徵式的禮儀 會眾是藉著牽手主餐 麥餅和喝杯 爺口的藉著牽手 祖母莉子 就開始說祖母 並等候祂的在內 祖母 這一 tract 他很特別提到一件事,其實上次我講過了,不過是讓大家留意的 第一,他講到一個信復,信復是什麼意思? 領這個也是信復的嗎?沒錯,我們這樣做一個信復,信復教會 信復是神給我們的紀念儀式,信復教會 這一個特有我們用的傳統,要信復,尊重他 另外就是紀念,紀念主的死 為什麼紀念主的死呢? 這個就說得很簡單,紀念主的死 難道只是紀念耶穌怎樣死在十字架上面 我看出電影,哇,耶穌怎樣苦,怎樣 那是否紀念呢? 為什麼紀念主的死? 我們希望在這樹來思想一下,並且等候祂的在來 我們主餐也紀念到主將會再回來 祂來的日子是一日比一日近,必然的了 這個也是我們守主餐要紀念的東西 這個是我們美南浸信會,我們信仰當中對主餐的一個看法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敘述 並沒有說到我們應當怎樣守 沒有說到的 我們看回聖經 上一次我們已經看過好幾段聖經 我不重複那一段 基本上聖經裡面直接記載到這個主餐 是最主要的經文就是這一段 我們一起讀這段,好嗎?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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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如果我們單單從這一段的經文來看 其實它並沒有講到我們要怎樣做法 怎樣用那隻杯、怎樣用那些餅 都沒有講到 我們為什麼會遇到今天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在新約時代,如果你查看聖經 在起初新約時代使徒行轉或者保羅的書信 記載那時候初代教會的聖徒 他們不像我們一樣在主日崇拜的時候做儀式 那時候最初的時候他們在星期六聚會 還不是在星期日聚會 在猶太人會堂聚會 所以聖經告訴他們 當時他們在家裡抹餅聚會 他們的形式就和耶穌最後晚餐 這個最後晚餐怎樣和緩徒做 就是仿照這個形式 在家裡抹餅聚會 那怎樣它漸漸進展到我們今天這樣的情況呢? 要講一點教會的歷史 當我們說紀念耶穌基督的死 在今天我們很多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紀念耶穌基督呢? 耶穌基督真是慘了 受那些鞭傷受人辱罵 被釘在十字架上面 剛才我都說十字架是一個羞辱的刑罰 我們想了一些 沒錯 這個是要的 我們紀念耶穌基督為我們受到這麼大的苦 但是不是單單那些 其實紀念耶穌基督的意義 非常深、非常廣的 這些我們平時不多去講 所以今天特別在這裡跟大家思想一下 第一個 我們紀念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的死 耶穌基督為我們寫生等等 第一個意義 我們就是要紀念耶穌基督 這個其實是一個的贖罪制 是一個贖罪制 耶穌基督第一次 所謂最後晚餐在餘節 在那時候餘節的羔羊 這是在舊約裡面的一個獻祭 這個贖罪制就是 以前是藉著一些生口的血 羔羊的血 來赦免人的罪 但是那些贖罪 只能夠一次 下次再做 耶穌基督為我們所獻上的這一個 就是一次過的 所以現在我們不再需要做那種的獻祭 聖經是在希伯來書 第十章十至十二節這裡 他說我們憑這旨意 即是上帝的旨意 靠耶穌基督 只是一次獻上他的身體 就得以成聖 凡祭師 即是說到舊時 祭師天天佔助 事奉神 屢次獻上一樣的祭物 這祭物永不能隨罪 但是 最後這句說 基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制 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 耶穌聖天 就是神的天父上帝 神的右邊 這個意思就說到 耶穌所做的 這個是一次過做就完 是這樣的意思 以後我們藉著相信耶穌基督 就等於得了這個贖罪的祭 這段經文仍然沒有說 為何我們現在會變成這樣 那就要講講故事 對於一些新來的朋友 無隊的朋友 講講故事 講講一些關於歷史的事情 其實初期教會 我曾經在這裡提過 一直到公元三百多年的時候 即是第四世紀 在之前沒有大禮拜堂 我們現在這個禮拜堂很漂亮 如果這個在當時 真是很宏偉的禮拜堂也不一定 以前沒有大禮拜堂 早期的教會 基本上雖然人多 但是它分散很多的 在家庭裡面聚會 基本上是家庭教會 在家庭教會的時候 剛才我講到 是他們在家裡 抹餅 他們不叫做主餐 又不叫做正餐 他們抹餅聚會 家裡抹餅紀念主 就是這麼簡單 下一次我會多講一些早期教會 是怎麼做的 這個抹餅聚會 是這麼繼續 漸漸教會 人數越來越多 在一些比較大的城市裡 那些教會人數比較多 到了第三世紀的時候 就開始 其實是漸進性的 沒有一個必然變的時間 漸漸發覺 因為人多 在家裡 抹餅都不太方便 就開始有少少儀式化 在他們 後來已經去到主日 有序的時候 大家都有抹餅 有這樣的意思 最大的變化 最大的變化 是在公元第四世紀 公元三百二十幾年的時候 一件很特別的事 發生在人類歷史裡面 在教會歷史裡面 就是羅馬的君王 原本他是逼巴基督教的 羅馬是逼巴基督教的 把基督徒拉去 放在鬥獸牆上面 把基督徒活活燒死 可以抄家燒基督徒的聖經 所以早期 你想要大禮的課 當然是不可能的 但是到了那個時候 他就下令停止了 對基督教的逼巴 甚至後來 基督教成為了羅馬帝國的國教 這一個轉變 就真的很大很大 我們說教會增長 從來沒有一個時間 好像那個時候這麼快 因為成為了國教之後 很多很多人 當時羅馬的版圖都挺大的 是橫跨歐洲、亞洲 甚至非洲、北部都有 一成為國教的時候 這樣就厲害了 到處的人都說 我們這裡有些人要 要成為基督教 那裡又說有那裡又 教會實在是沒有法子去應付 真的很短的時間裡 簡直是爆炸性的增長 其實不是真的增長 只不過那些人要歸來 基督教才行 那你說教會怎麼辦 如果你是教會怎麼辦 耶穌教我們 煩我吩咐你的 都教訓他們遵守 怎麼教這麼多人 這麼多不同的地方 在當時教會最大的問題是怎樣 第一 有多少聖經 以前的聖經是要吸收抄的 抄完還要對 不是這麼簡單 抄抄一下有些錯 很多很多功夫才有一本聖經 以前 在那時候也不是那麼多 已經受訓練的 已經受了訓練的 我們今天的傳導人 在當時很多是修士 面對這麼大的需要的時候 教會會怎麼辦 你想想怎麼辦 你跟他們想一想 最容易解決這個辦法 在當時就是 藉著一些禮儀 藉著一些宗教儀式 因為宗教儀式的人 可以看得見 我拿一塊餅 抹餅的時候說 耶穌基督曾經為我們 創生在十字架上 要讓除我們的罪 抹開一塊餅 是象徵著他的身體為我們 這樣教 幾次人們都會認識 看著儀式 是有很大的作用 於是在那時候 就開始 既然交友 交不及 經都根本來不及做的時候 唯有一個取向 就是用儀式 開始注重宗教儀式 用儀式來幫助人 去敬拜上帝 透過儀式 把福音的主要訊息 傳光給人 在當時 這麼大的需要的時候 這裡又說要 那裡又說要 那怎麼辦呢 當時的中心是羅馬教會 還未叫天主教 在羅馬教會中心 如果你是教會的領導 你怎麼辦呢 你真的沒有法子辦 所以在一個歷史的環境當中 迫著他一定要這樣做 可以這麼說 當時唯有 將一些收視 給他們有訓練 就要派他去工場 再說 既然他說用一個儀式 什麼儀式最好呢 有多種儀式 不過最忠心的儀式 就是 主傳給我們這個最後晚餐 當時已經想到 最後的晚餐 是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就是祭 如果是祭的話 他們就想想 做一個憲制的儀式 這個很隆重 很莊嚴 很有意義 但你一看舊樣 什麼人可以憲制 善知 是呀 是呀 蘇羅 不等善知來 他都因此而得罪神 一定要善知 一定要祭師 一定要祭師 祭師才可以憲制 這樣怎樣呢 所以 在當時的教會 必須要有多一個禮 要按納 那些人 成為祭師 其實是祭師 或者你叫他是 牧師傳道 我們基督教的說法 你一定要按納那些人 他才有資格 行這個聖禮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當時 他就要按納一些修士 他手上只有兩件事 一件就是四本福音書 因為最開始就是四本福音書 最重要的教導的忠心 另外一本是什麼 是他這些禮儀的守則 拿著兩件事 他就要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到西班牙 去到法國 對意大利來說是很遠的地方 以前是很遠的 明白嗎 以前沒有飛機沒有車的 靠走去的 去到偏遠的地方 在那裡有人要成為教會 在那裡來做 做什麼呢 禮儀 就是宗教聖禮 是這樣的原因 開始就越來越看重了 成為一個儀式 這個的主餐 在那時候的教會 就看這個主餐 是一個憲制 他說這個儀式是一個憲制 其實你慢慢看下去 跟剛才我們讀的 不是很同的 剛才我們說 耶穌基督是一次 永遠就不喜歡再做的 是不是 但是當時的教會 並沒有再深去反省這方面 繼續下去 不單止這樣 而且那個儀式是越來越複雜 越來越… 怎麼說呢 越來越制度化 越來越形式化 去到那些… 其實那些是神的仆人 也是仆人的仆人 又穿穿 帶來很多不同的圖等等 因為他們再做儀式 他們藉著儀式來幫助人 這些儀式越來越多 去到後來漸漸很多的人 都不知道這個儀式真正的意義在哪裡 只是盲目地跟隨這個傳統 好了 來到基督教改革之後 我們看基督徒看到 其實在那個 舊時傳下來的傳統 這些儀式當中 有很多東西 是出於好處 卻不是聖經所記載的 我們要回到聖經 所以 就把那個很複雜的 這個儀餐 它當時這種紀念 它有一個名稱的 叫做Eucharist 這個字本身是指感恩的意思 就把這個禮儀簡化 到現在我們的方式 就是這樣 簡化之後 有很多好處 但是 我們又不要說別人 我們基督徒做一做一做一做 我們都集以為常 對嗎 to be honest 回來做 我們又不去想太多 很多時候 我們都習慣了 紀念主的死就是 紀念主的受的痛苦 變成了喪禮 其實它原本的意思是 感恩和歡恩 接下去我會講一講 其實那個意思是很豐富的 不是單單想著 耶穌基督如何受苦 比那個更超越的 好了 那就到我們今天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仍然有受那種影響 這個聖餐桌 在早期其實就是當成一個祭壇 有些教會就是 不是我們 奧主姐妹 這樣預備在這裏 開始的時候 那些執事 他們捧著那些人 拿聖餐杯 那些什麼 巡絕隊這樣進來 放好在這裏 然後我才走去那個樹 來捉車 很多這樣的儀式 我們不再做那些 我們是簡單 單單紀念主 紀念主是什麼 主為我們獻上的祭 不是我們再獻祭 而是主為我們所獻的祭 這個祭是極其重要的 對我們的救送 好 很快講一講第二個 第二個紀念的呢 耶穌基督是天上的糧 耶穌基督是天上的糧 在未講這個糧之前 我想提一件事 耶穌基督在世上所做的所有重要的事 其實祂都有預先告訴門徒 譬如耶穌基督要上十字架 要受苦被賣 祂一早就告訴門徒 其實這個這麼重要的紀念主 耶穌也一早就告訴你 我們通常是想 主餐就是最後晚餐的時候 耶穌臨離開之前 那時候 其實不是那時候突然想起 哎呀不如你紀念我吧 不是的 一早耶穌就有說的了 在這個約翰福音 在約翰福音 第六章 由五十一節至五十八節 留很長 我只是給一些重要的經文 來看一看 我們時間關係不止去讀 原來老祖耶穌就跟門徒有教導他們 祂耶穌就是天上的糧 五十一節的說話 我就是天上的糧 是人如果吃了這個糧 就必永遠復活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玉 是為世人的生命所賜的 他說了之後 那些人又紛紛議論 哇 有沒有搞錯 吃你的肉 耶穌就說 我實在告訴你 你們如果吃人子的肉 喝人子的血 就會有生命 你不喝你就沒有這個生命 第五十四節的說話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在末世我要叫他復活 這個吃當然是一種象徵式的說法 這個吃就是接受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的裡面 他跟著在五十六節他說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裡面 我也常在他裡面 所以這個吃主的餅 喝主的杯 其實就是象徵我們主耶穌 進入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在主耶穌裡面 主耶穌在我們的裡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其實是後來 最後晚餐主餐主要他們紀念的第二樣 很重要 就是耶穌基督是天上的糧 沒有了這個糧 我們就不會有這個永生 剛才我說了 我們稱我們為西方教會 主要是由天主教後來 是出來的 其實有另外一個中派 是我們通常都很不熟悉的 他們跟羅馬教會是不同的 他們是在東邊 在希臘 在近土耳其那些地方 那些教會 現在我們稱為東正教 他們有領受的 他們一樣會做這個 我們稱為主餐 他們都是用耶穌基督這個字 他們比較多看天上的糧 在他們的觀念當中 這個領受的主餐 是一件歡欣的事 不是笑嘻嘻叫歡欣 明白我的意思嗎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感恩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恩典 我們是不配得的 上天 天上把這個糧賜給你和我 我們得到這個是恩典 永遠生命的恩典 於是是感恩 所以主餐那個字 Eucharist那個字 是感恩的意思 所以在我們十一月份 感恩節的月份來說 這個很有意思 感恩 這個是感恩 所以我說我們要傳感恩的心領受 是這樣的意思 領受了恩典高不高興 高興 所以也是歡欣的 我再說不是嘻笑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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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很值得我們考慮 他們說在星期六晚就要預備了 星期六晚就要預備了 當禮拜日早上 他的會眾就開始離開家 存著一個歡欣的心 省望著我去到教會裏面與主相遇 有這樣的心去到 於是每個人去到教會裏面 他們一樣有這個聖禮 主餐他們做的時候 正如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 我們吃主的肉、喝主的杯 於是我們就在主的裡面 主又在我裡面 他說這個儀式提升我們去到 因為耶穌已經在天父上帝的右邊 提升我們去到 與天父、與耶穌同在那裡 與他有生命的交流 領受完之後 我們很開心 但這不是耶穌基督最終的心意 於是他在天上 他的靈在天上又再回來了 於是他要再被猜派出去 再被猜派出去 剛才我們讀過的經文 有一篇文有一篇說到 他説是 是保羅說的 在哥林多前書11章第26節 你們每逢吃者餅喝者杯是表明主的死 直等到他來 表明主的死 我們中文現在表明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原來如果你看英文 你們容易看得到 不是希臘文就不是那麼多人認識 英文一本很好的翻譯 它說Proclaim Proclaim是甚麼 傳揚 原來紀念主之後 我們要將主的為我們死的大好信息 傳揚出去 傳揚讓更多人知道Proclaim 表明主的死 表明那字是傳揚出去 所以他們領受之後 於是他們就從天上回到地上 回到地上 他們是受差遣的 他們就去宣揚主為我們寫生的信息 他們是這樣的意思 好 時間關係 我不再多說下去了 為何要跟大家說這麼多有關主餐呢 就是我不想我們不斷不斷重複去做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背後的意思 以致不知不覺之間 我們就是這樣做而言 希望藉著這幾次的信息 讓我們更多地明白 在結束之前 我有幾個提議 有關如何去紀念主 我有幾個提議 對我們來說 不是單單形式 我希望我們真的能夠 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做到 第一樣 我們為首主餐 敬虔的預備自己 這個我們真的要學習了 很多時候我們星期日回來 今天是主餐 不要遲到 最低限度 不好意思 我真的看到有頂尖會遲到 不要啊 聖餐 敬虔的心 我們如何代表敬虔呢 敬虔的心的預備 包括在 如果就算你不是星期六晚 你星期日一早起床 都是很好 我不怕告訴你 我星期六晚 除了非必要之外 其他事情我不做 我一定不看電視 我才沒有做電視 星期六晚我不看 星期六晚 如果不是預備廣章 進入了思想的時候 我用那些時間討告 預備心 預備心 特別是主餐主日 我們要預備心 預備心 預備心 第二天 來領受主 這是很重要 不難做的事 這代表了我們的敬虔 我在此呼籲 眾弟兄姊妹 一個提議 第二個提議 畏罪痛悔 主所願立的祭 是痛悔的祭 傷心痛悔 對嗎 這是祭 主要越立我們這個祭 愛上痛悔的心 主必不輕悍 是詩篇說的 所以 其實不是在 來到這段的時候 我們用 半分鐘不到的時間 施琴彈一段短短 我們那段時間才想 我有什麼去做 其實那段時間已經 第一 很不夠 第二 你都未必好想到 幾多具體的了 如果我們真的有敬虔的心 最好的時間在之前的晚上 或者早上還沒來之前 我們在主面前 討告 求主 光照 我們 我們接近神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自己 有什麼不討神起義的地方 不需要告訴人們 你和主的交代已很重要 為罪痛悔才來領盛餐 再加上為了恩典、歡迎、感謝主 所以我們不需要經常拉長臉來守主餐 可以很有歡欣、喜樂的心 因為主已經完成了 我們領受祂的恩典 為這裏感謝神,用感恩的心來慶收主餐 第四,紀念主受死的目的 已經說了幾次,我不再在這裏說了 多思想一下,我們領完主餐之後 靜脈的時候,多想一下 主啊,祂有這麽大的恩典在我的身上 祂的心意在哪裏呢? 主對每個人的心意未必完全相同 大方向會相同,但是未必每個人相同 祈求吧,去想吧 這四樣東西是我們今天做基督徒的 不多做的四樣東西 我在這裏呼籲希望眾弟兄姊妹 我們明白了主餐 在下個月就開始嘗試這幾個提議 以致到我們首的主餐 不是單單一個傳統,不是單單一個儀式 是真正在我們的生命當中來改變我們 好,願神祝福祂的還元 謝謝 謝謝 謝謝